现在咱们中国市场电动车真的是多如牛毛 大的小的贵的便宜的 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台车 它很有个性很有设计感 同时空间也贼大 而且价格上很有性价比 来看一下奇亚的EV5 那这台车呢 首先来说 它定位是一个紧凑型的纯电SUV 那你一眼看过去 它跟现在咱们主流的国产电动车 或者新能源车都不太一样 为什么呀 因为这台车 它整个设计渐冷渐脚方方正正 可以说是一个电动的方盒子 跟我们新势力 或者说那些国产的SUV 圆不隆隆的肉包子的感觉 不太一样 首先你可以发现前脸封闭式的一个设计 那灯呢 C字型的一个日间行车灯非常漂亮 前大灯在这里是一个分体式的一个设计 而且你看机器盖很漂亮的金线 再往下 这边呢是它的整个进气和散热的口 所以整个车头官方称之为 数字是虎啸前脸 奇压的家族化设计 那往侧面看呢 你可以发现它整个车高啊 是比较高的 那它的车高是超过了1米7 车长呢是超过了4米6 轴距是超过了2米7 所以它整体的外在尺寸 跟我们熟悉的像本田CFV 从天的RAFO 或者说大家熟悉的 比亚迪SOM PLUS这样的新能源车 是基本上差不多大小了 但是它的高度要比刚才我说的那几款车要高一些 所以你看它的外在 哎要显得比较雄壮一些啊 而且线条比较硬 所以看起来呢 会比较的威武 而且你可以发现它整体的这个侧面设计也是有意思啊 有细节点 第一是它的轮毂 跟现在很多车型都不一样啊 它是铝合金加上一个塑料的装饰罩的搭配设计 跑起来很漂亮 而且侧面还有这种黑色的亮面装饰 那再往后走 你可以发现 整个从上到下 像这种车里行李架 悬浮式的一个车窗设计啊 隐藏式的门把手 它腰线做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外抛处理 所以让这个车显得很有肌肉感 很有力量感啊 跟那种普通的橙色SUV是不太一样的啊 细节点 再往后呢 你可以发现 尾灯的设计也是一个C字形 跟车头是呼应上了 比较平缓的一个尾翼设计 而且我给大家打开后备箱可以看一下 电动尾门也有 其实第一个亮点来了 就是它的后备箱是贼大的 虽然说定位呢 是一个紧凑型的纯点SUV 但是这台车的后备箱 在标准状态下 就有着超过500升的一个表现 那如果你把二排座椅放倒 可以达到1700多升 最关键是它整个这个后备箱 哎 发现了没有 变化很灵活 我这样轻轻的一抬 它这两个挡板 就可以做成一个小的储物架 那你放东西或者分类储物很方便 一会我再说它的另外一个功能啊 你可以发现除了它上面的这个储物空间呢 它下面这两个格子里面也可以放一些零碎的物品 比如说你喜欢跑步 放一些鞋 然后呢你可以放一些通常不太用得到的这个小物品两边也有储物盒 最关键的是你看它上面还有这些可拆卸的锚点 这个你可以给你自己的需求灵活搭配 上网上也有储物盒 那这个其实它跟普通的城市SUV或者说现在的主流行驶力电车就不太一样 因为它整个后备箱的拓展功能和可玩性非常的高 那出去露营自驾 这个比很多的SUV要好玩的多 最关键的是它车尾还有车内的一个外放电 看见没有 它的最大的这个电压可以达到250V 最大电流可以达到10A 也就是说它可以支持最大2500瓦的一个外放电 它除了车头那里有一个车头的一个外放电 车内也有外放电 这个其实很少 现在很多电车只有一个外放电 但是这台车车外有车内也有 那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不想在外面办公 或者说不想出去 就在车里接上你的笔记本电脑 接上音响 接上一些小投影 在车里就可以过得很舒服 很惬意 OK我们把它关上再往前看 其实车头也有亮点 车头还有一个67升的前面箱 放一些小物品 放一些小的充电枪 非常的适用 现在很多人说 如果你的电车前舱里面没有前面箱 那它就是一个有改电 或者说是一个尾的纯电车 其实这个话题不一定严谨 不一定正确 有了这个前面箱 其实你的装载能力和载物能力 就可以达到一个极大的拓展 并且你可以发现 它上面这些都是一个凹凸的设计 所以它可以严丝合缝的 把这个地方顶住 不会进灰尘 同时放一些大件物品的时候 它上面还有个延展 这也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小细节 其实做到车内 这台奇亚EV5的设计感更足 有更多的小细节和小心思 带大家注意的来看一下 首先整个座舱的设计是非常的现代化的 两个12.3英寸的连屏中间 是一个5英寸的空调触摸屏 整体上跟我们现在新势力的大屏比起来 可能这个屏幕显得比较的古朴和朴素 但是功能性和你的信息阅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并且它的车机还支持手机的互联 像CarLife和Apple的CarPlay都有 所以拓展性能没有问题 同时还有的像腾讯大家去听 腾讯的小场景这些小程序的扩展车载微信 所以在整个车机上够用 达不到现在咱们主流电车的一个那么高级的水准 但是日常家用完全没有问题 再往前它有HUD的抬头显示 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它整个中控台的设计 你可以发现是比较靠下的 所以在配合上它这个比较高的一个坐姿 你可以发现它整个前向的视野是非常的宽敞 没有任何的遮挡的 这个直接的好处就是对新手和对一些个子比较矮小的朋友来说 是很友好的 那你刚买这台车上手没难度 很多车现在内饰做的花里无梢的 但是它中控台很高 两边窗面也很高 那你开起来驾驶的压力是很大的 但是这台奇亚1V5 它这一点设计上符合奇亚这种国际化大厂的水准 我们再看方向盘 方向盘其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种四幅式设计 不管是这样 这样还是这样 其实日常握起来都很舒服 而且你可以发现 不管是方向盘上面 还是中控台这里 它都配备了大量的物理按键 现在很多新势力喜欢把所有的功能 一切的功能全部集成到屏幕里 你只能通过触屏和语音来操作 虽然说大家的语音识别能力会越来越快 像连续对话 越来越智能 但是有这种实力按键还是更方便一点 尤其是在你高速行驶的时候也会更安全 对吧 再往下你可以发现 它有着手机的充电和手机互联的接口 而且还有点燃器 背架这里也是带线位的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如果说你是那种小瓶的饮料 现在很多背座 它是没法固定的一拐弯 晃得稀里窟窿的不好 往后你可以发现 它有着手机的无线充电 中间的储物面板是比较大的 日常上车很多东西往里一放 很方便了 前排座椅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大家可以发现中间这个设计 官方称之为叫浪漫座椅 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座椅设计就微微一笑 跟你想的一样的 它可以增加前排主驾和副驾之间的一个 亲密程度 如果大家没有画面感 我建议你再去看一下速度与激情里面 海恩和盖尔加多开的Lexus LFA 在高速上飞驰两个人 亲密温存的场景 这个就是可以极大的缓解你的前排 中间的舒适性 而且还有个点就是 当你在停车的时候 后边的小朋友可以坐在这里 看通话片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对不对 你看中间这里 插手机也很方便 它整体内设的设计前排上你可以发现功能也很全 方向盘加热 作与加热 作与通风 作与机翼 全部给你配上了 但是它跟现在我们新势力不同的是 你看它中台这里是软的 但是门板上方是硬的 这里也是软的 这里面也是一个硬的 所以它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新势力电池不一样的 是它把很多的这种成本花在了你 我觉得可能更有意思的场景和功能性上 而不是那种所谓的这种超前皮的包袱上 来后排看一下它后排的乘坐舒适性和功能性 首先轴距比较长 超过2米7 你可以发现现在我的腿部空间两拳多一点 完全没问题 头部空间也是标准的一拳 所以整体空间是没问题的 而且你可以发现它后排座椅的高度是足够高的 所以可以让你的整个大腿有一个很好的乘托 不会像很多后排座椅一样 因为它地台比较高 座椅又比较矮 所以你坐在那你腿只能这样拳着长时间乘坐很不舒服 咱们现在有一些国产的电车就有通病 大家来打砖车的时候可能会碰到 那座椅后排是四六分割的 可以进行不同比例的放倒 而且它后排座椅还可以支持最大 有一个33度的靠背调节 你看跑高速的往后一躺 睡觉很舒服 再往前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这 这台齐一尾五给后排配备了一个四升的小冰箱 冷暖可调的 冬天的时候喝个热饮 夏天的时候喝一个冷饮 虽然说它达不到零下 但是最低可以达到五度 所以像现在夏天这么热 喝一些冷饮冰镇饮料 是不是贼爽 还有几个有意思的细节点 首先你可以发现后排给你配备了一个右侧的小桌板 应急办公 临时吃个饭没有问题 而且它在前排座椅的后方和侧方都给你配备了手机的充电口 没有放在这里 其实这样充电的会更方便 因为你插上线 然后比如说把手机往背兜里插 这个其实是很人形化的 而且眼尖的朋友可能也发现了 这台奇艾EV5它前排头枕的设计跟现在很多车型都不太一样 你看造型很有设计感 而且你听它可以实现这个头枕前后的一个调节来适应不同的身高 不同体重不同习惯朋友的一个需求 而且你可以发现这个实际就是一个挂衣架 你可以挂一些西装挂一些容易起皱的衣服 也是很有意思的细节点 另外你可以发现在B柱上有空调出风口 同时在前排座椅下方也有出风口 所以整体上它的设计也是接近一些高端车型的 我现在把后排座椅放倒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它的大空间 首先你可以发现它的后排座椅放倒的时候是坐垫和扣背联动的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成本设计 把这个盖板往后先 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整个后备箱就形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纯屏的空间 从前排座椅后方到后卫门有着两米的一个超长空间 所以这个时候这台奇亚EV5就可以秒变两米的大床房 不管是自驾露营还是说长度远行 它整个空间的利用率是很高的 而且咱们到后面再看一下 刚才我说的它的这个多功能除价 你看我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使用场景 如果你在野外或者跑长足的时候 老板让你临时改个方案 那车里车外都不方便 这时候把这个小座架给它立起来 电脑往前一放卡卡改PPT改方案 是不是很舒服 这个场景是不是很有意思 很有设计感 看了那么多有意思的设计和细节点 再来谈一下这辆车的驾驶动态和性能 还有续航 首先来说这台车由于它是纯电车 所以由于电池的一个加乘 所以整个驾驶的厚重感要比同价位的燃油ICV要好不少 而且这台车它目前全系都是单电机 最大是160千瓦 转换成马力也就是218匹马力 最大扭矩是310牛米 官方并没有给到0百加速的一个时间 但是如果你把它切换到Sport模式下 其实整体的加速还是非常凌厉的 但是日常驾驶 我更建议大家用Eco和Normal这两种模式 Eco模式它整体的表现是相当柔和 非常非常线性的 如果是这种Normal模式 它是无限于接近像现代帕利斯蒂这种大排量 燃油自习ICV的一个驾驶质感的 整体的表现是相当线性的 底盘方面是前迈复迅后五连感 整体底盘的韧性是十足的 你在过一些大的颠簸 像这种减收带 像起伏路像坑挖的时候 它化解的都是相当到位的 所以整个底盘的高级感有 但是不多 为什么 因为它对于细碎的这种振动 比如说你整个路面是这种非常多的细小的坑挖 就是说你走那种撑箱结合路的 死纸路或者是土路的时候 它这种过滤就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但我觉得也不能太追求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十几万二十万左右的电车 咱也不能要求太多 对吧 所以这台车其实开起来给了我不小的惊喜 首先它的坐姿高 视野好 所以你整体的驾驶压力没那么大 就可以很放松很舒服 并且它整个底盘的韧性足 你在过一些减收带过坑挖的时候 整体它滤震的表现可以给你很强的信心 你不会砰砰砰的难受 并且它整体的加速刹车的线性 是这个价位 综上游的水准 不容易晕车 而且没有很强烈的突兀感 无限接近于20万左右的油车表现 电池和续航方面 这台旗下EV5有两种电池两种续航 首先64度电池版本对应的CLTC春天续航是530公里 还有个大电池包88度电 对应的CLTC纯电续航是720公里 非常的长 所以这台旗下EV5 是你在18到20万价位 唯一能买到的纯电续航 超过700公里的SUV车型 电池来自于比亚迪的4D电池 磷酸铁理 在夏天开空调 或者冬天开暖风的情况下 它不太能够达到一笔的一个情况 打个85折应该差不多 所以整体的表现日常代步通勤 530公里 我比较推荐 如果说你经常出远门的话 买88度电的大电池版本还是比较靠谱的 最后就是这台车的价格和性价比了 虽然指导价是14万多到22万多 但是目前中端据说有4到5万的大幅优惠 但是我也探听了一下 它并不是现金的直接优惠 它是需要你贷款 需要你置换 或者是需要你报废车辆 另外还有一些地方补贴 反正7788的话 它可能加起来有一些比较大的优惠 但是我觉得羊毛出在羊身上 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看一下 如果说这台车它最终的价格能够落到11万多 起步花大概14万买一个530的顶配的话 那这台车其实还是挺香的